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新冠病毒呢 也该从历史舞台上快点下场了 大伙就得像往常一样 马不停蹄 奔向幸福的赛场 我不知您各位啊 有没有这感觉啊 腿也酸 腰也疼 大夫呢 还说你没病 坐那儿老想钻被窝 一沾枕头还就醒 脑子不爱动 说话像做梦 要是说中了 您可别着急啊 您这叫 截后综合症 不是我非要弄这种四六八句的 主要是好像我也让他们传染上了 这个截后综合症啊 要是以前来看呢 就是闲的 为什么呢 你就拿做艺人的来说吧 这行业不过节 啊 你说像唱戏的 唱大鼓的 搞传统艺术的 就指着过年过节多干点 增加一些收入 所以 年那节啊 不但谢不了 反而得加倍的干活 这两年情况有变 年纪大还不显 主要在他们这个年轻 相声演员身上 啊 也不知孩子们是怎么回事啊 初期的状态 跟初一的状态 完全不一样 过去我们这行讲就封箱 也没准日子 有的是一进腊月就封 有的腊月十五 有的腊月二三 有的业务特别好呢 大年三十封箱 这都有 开箱呢 也没准 有的是大年初一就开箱了 有的初五 有的十五 有的二月二冬抬头 这都没谱啊 现在拿我们来说 应该就是差不多干到 差不多初七 完事十五 再来一天 所以现在呢 初一的时候 兴高采烈 前后才出来进去 满院子飞 大伙高兴 到了饭店的呢 一个个开始啊 就跟着吃 胡吃海塞 所以说现在 一说吃呢 我又想起来了 有人跟我聊了一故事 我查了查 还是有记载的 原文上 挺离奇 但说着还有意思 讲这个啊 说是在 唐朝末期 在凤祥府 就是现在 宝鸡市 凤祥县 这个 也有说是 宝鸡市里的凤祥区 这个咱就别 白吃那么清楚了 您就知道有这么一块地方 就行了 凤祥在唐朝的后期啊 地位很高 看过历史了 您知道 唐朝是三个首都 西京长安 东都洛阳 北都太原 因为唐国公 李渊 在这儿造的反 安史之乱之后 又加了两个 一个是成都 因为唐明皇 跑到这儿 还一个呢 就是凤祥 因为接着 唐明皇后边 那个唐宿宗 曾经在这儿 设立了大本营啊 重新收复了江山 凤祥府 下边有一凤祥县 这个故事原文里边 凤祥县这个县太爷呀 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呢 也不方便说 咱们就给他编一个 比如说县的老爷 姓干 哪个干呢 赵乾孙干的干 叫什么名字呢 叫干犯人 怎么样 您听这好不好 这名字 这一听就知道 这是瞪着眼胡说的 故事原文里边 这个县令 他没有名字 但是县太爷对得起 咱们起这名字 别的方面 都马虎 在吃饭上 特别讲究 这个日子呢 是刚过完了六月六 群口相声 酒令里边 还拿六月六开玩笑呢 说六月六看古秀 春打六九头 大卖收 小卖熟 姑娘大了不可留 留来留去 接冤抽 啊 原段子里边 我们说六月六不算节 其实这个话不准确 不严谨 在古代 六月初六这天 农民得去除草 家里有牲口的 或者养猫养狗的呢 得拉出来 刷洗印漏 当然了 这点活 不是说非得等这一天 才能干 这个就跟吃饺子似的 不见得非得年三十 您天天都可以吃 但就是到了这一天 您得应个景 白天给牲口洗澡 晚上干什么呢 西北那块啊 过去六月六的时候 有放核灯的习俗 所以防止火灾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干饭人 干的姥爷 这两天 因为这个事 忙坏了 衙门口人不够 过去来说 一个县衙门里边 有一百个工作人员 哪就了不得了 那就是大规模了 可要是一个县里的老百姓 都去放核灯啊 您这一百个工作人员 放出去 就如同三福天 在大街上泼了一盆水 什么用也不管 何况他这个衙门里 也就是二十几个人 那更不管用了 所以很多事情 都得是县他爷亲力亲为 好在初六这天 还真就没出乱子 县他爷松了口气 到了初七 早到八八就起来了 到衙门口盯着 有人说 怎么不歇一天 不是不想歇 歇不了啊 咱们在以前的节目里边 咱们说过 古代的官员 也是有考勤制度的 唐朝的官员呢 是干九天歇一天 还不好请假 无故缺勤 就要扣工资 严重了 就会被开除 顺便咱们提一句 那时候 上班迟到 也算矿工 这单官的 迟到一分钟 这一个月的工资 俸禄就没了 唐朝也有节假日 但六月六 这种日子 不算官方定的节日 所以他只能等到初十 才能歇 到了衙门以后 他先让人把早点给他端来 南北朝之前 古人一天就两顿饭 早上一顿 傍晚一顿 随唐以后 开始是一天三顿 唐朝的官员有福利 每天中午那个工作餐 是免费的 但早上这顿 他还是要自己花钱的 吃什么呢 黄米粽子 素片汤 怎么现在也就吃这个 各位 在唐朝 七品县令 一年的工资 换算到今天 大概是 和人民币27万 也不算低 但是衙门里边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支出 需要从他的工资里边出 所以他要是不贪的话 哎 一年到头 恐怕也就吃这个 再说了 不错 西太后还吃臭豆腐呢 一个县令吃这个 那怕什么呢 又何况 黄米粽子多好吃啊 是不是啊 您听过相声 大保镖 您都知道 咱们这里边 没少提粽子 有一成语 黄粮一梦 黄粮就是黄米 学名叫鼠 那是五五之一啊 营养价值很高 酥片汤也不错呀 酥片汤 天津北京 河北 都爱吃这个 尤其北方 哎呀 哪个 做法太多了 呛锅 来点葱花 或者来点白菜丝 呛锅 抓点海米 扔进去 巴拉巴拉 出香味 加高汤 把它煮开了 提前弄好的 这个面片 扔进去煮 煮差不多了 撒点盐 找着口 看着快熟了 飞个鸡蛋 那要是喜欢带色的呢 淋上一点酱油 投出锅的时候 青蒜末 或者香菜末 一撒 盛出一大碗 再滴上两滴的香油 这不能在锅里边 在锅里边撒香油 那香味 跟着蒸汽就走了 啊 跟您这么说 为了说这段 我是吃完饭 才说的 要不一会就饿了 这顿饭啊 有干的有细的 配上烟黄瓜 酸豆角 给县长都不换 县长不换 反正就是 我这么琢磨吧 现在也干的老爷 吃粽子 喝醋片汤 这正吃的呢 外头来人了 衙门口直班的通报 说有一位老农 有大事前来禀告 大老爷看看这醋片汤 又嚼了嚼嘴里这粽子 做了半天思想斗争 哎 得了 先离开饭桌 大堂议事 等他一来这才发现 得亏没接着吃饭 来的这位老农啊 还真是有大事 这个老农民姓郑 大伙都管的叫老郑 六月六嘛 农民都出来 给庄家除个草 老郑就是在除草的时候 发现自家的地里边 埋着一个罐子 打开一看 里边是黄金 也不知道是谁的 看成谁 应该是有年头了 哦 种地的农民伯伯 他种一辈子地 也没见过这个 吓一跳 我的天哪 这什么呀 一块种地的 还有别人呢 一听见他这叫唤 都过来了 这一看 哎呦我的天 老婆的 就有那个说便宜话了 哎呀 大爷 见面分一半嘛 老郑气坏了 我们自个家地里 刨出来的 凭什么给你分一半 就这么会儿的工会 消息传开了 越聚人越多 不少人都来看热闹 有当地的乡绅 有李正 李正就是村长啊 这个乡绅里边 有学问就说了 说你这个呀 是马蹄金 当年汉武帝提出来的 把金子做成马蹄的样子 后来历朝历代有小房子 你这一坛子背不住 是文物 一说是文物 给老郑提醒了 前年村东头有一株 捡了一个东西 据说是南北朝的手串 结果让强盗惦记上了 大半夜 让人家喜结一空 家里那老太太活活吓死了 这话叫什么呀 外财不负 外财不负 命穷人呢 想到这儿 老郑就赶紧的 跟这个李正就输 李正村长 说村长啊 我要把这金子 交给官府 嗯 李正说好 这个态度我们非常满意 那得了 那你到县里去吧 这么着 老郑才来 跟大老一说 好家伙 现在也干饭人 差点啊 没死 呵 想吃兵 下包子 啊 这个 一坛金子 老百姓挖出来不要 要交给官府 这个说明老百姓 让我治理的是 衣食无忧啊 而且个个都是道德模范 不然的话 他不能有这个觉悟 到年底 吏部的官员下了一考察 这就是我的政绩 最不济了 我还落一个支援国家财政 所以二话没说 带着人就到出事的地点 查证 查吧 到这儿一查 果然是事实 大老爷从自个的俸禄里 拿出一些钱 奖励了老郑 然后找了两个当地人帮忙 把这坛金子 抬到了衙门 打开盖 打开盖又看了一眼 没问题 就盖上了 想搁的库房 又担心 衙门里的库房不安全 这样吧 把金子抬到我屋里去 这叫什么呢 各位 这叫倒霉催的 当天 他给凤翔服务打了一份报告 把县里发生的事 如实的上报 报给凤翔太守 李勉 李勉是唐朝的皇族 为人正直 并且还立过军功 后来官拜宰相 被封为是千国公 得了信之后 太守也很高兴 道理是一样的 也想要政绩 那派人下去查证去吧 这一查证 坏了 出事了 来人一查 得找这县太爷 干三人呢 干三人 把这金子 这一大罐子 就拿出来 您看看吧 那好 仔细的检验 把这坛子这盖打开了 掏出金子来 往手上一掂领 负责查证的人呢 就执着压花子 不对呀 这金子太轻了 磕的磕的吧 拿手一掰 啪 开了 行嘞 全是烧硬了的黄土 表面上刷的金漆 甭问了 这肯定得说是 干三人 坚守自刀 在案发现场检验的时候 大家都看 没毛病 运到衙门也打开 看了 也没毛病 结果这坛子 抬到你屋里之后 出了毛病 嗯 这个李勉 听到回报之后啊 当时就大怒 说去 把这县特爷干三人 锁拿到案 严加审问 县特爷冤呢 政绩没到手 报应来了 他倒是挺有骨头 几轮审讯过来 连哼都不哼 直接就承认 倒不是说 人家给他用刑了 主要是 实在受不了这个罪 审讯犯人呢 有的时候啊 就是这样 给你心理压力 时间大了 自个儿就崩溃了 不知道的呢 也给你胡编 总之 他这一认罪 李勉 自然而然的 就结案了 他这个案子呢 不算贪污 按这个坚守自盗算的 唐朝的法律规定 兼手自盗三十匹 脚 就是兼手自盗的东西 盗了三十匹丝绸 这个价钱 就是勒子 脚行吗 这一坛子黄金 比三十匹丝绸值得多 死是肯定的了 念在他平日的工作 还算勤恳 没当时弄死 来了个脚尖后 就是秋后处决 所谓这个秋后处决 历朝历代不一样 汉朝是阴历的九月到十二月 唐朝就是十一月跟十二月 一直到清朝都这样 案发是六月 也就是说没有意外的话 仙台爷最多还能活半年 哎这个时候 来了关闲事的 有一天 黎缅请客吃饭 请的是凤祥府当地的官员 席间把这事就说了 目的就是警告一下你们 好好做事别犯错 都是官场混的都不傻 大伙都表决心的 哎我们听话 我们努力 我们向里的人学习 李缅就发现这里边有个叫 袁兹的幕僚 一直没说话 袁兹这个人在唐朝有名啊 倒不是说当官出什么政绩 主要是他是个书法家 小传写的最好 云南那边现在 还有他的磨牙石刻 李登就问了 说老袁啊 你怎么不表态啊 老袁说 我觉得这个有问题 这案子交给我 我给您再审一下 李缅就这点好 按说 已经定好的案子了 不能再翻 好 你要是有意义的话 那就重新审理吧 袁兹当时就领了任务了 先把这个最早发现 钱罐子老郑找来的 问里边多数马蹄筋 什么形状 多的个儿 老郑记性不错 说那三十五块 马蹄那么大 怎么运到县衙了呢 找俩挑夫拿扁的 俩挑夫你认识吗 我认识 把他叫来吧 功夫不大 就把俩挑夫啊 叫来的 袁兹就开始啊 做这实验 让李缅从府库里 拨出一笔金子来 按照老郑说那样 化成马蹄 还没做出来一半呢 就已经三百来斤了 再让俩挑夫去挑 俩人都说挑不了 你要这么一说 现在爷的冤枉 洗干净 牙里人都看见了 这坛子是俩挑夫 挑到衙门之后 才送到大老爷的私人卧室 也就是说在这之前 金子已经掉包 谁干呢 不知道 但是跟仙子爷 没关系 报告打到李缅这儿 李缅二话没说 就把仙子爷放 有人说 李缅冤枉下属 他有一个说法 唐朝确实也有 诬告反作这一条 你诬告人家杀人 已经查实了 你得尝命 可这案子从程序上来说 是李缅主动让人重新调查的 属于是司法复合 所以不算诬告 那么究竟这金子谁拿的呢 故事里没提 这是个千古之谜 大家好 我是郭德纲 又在叶总会和大家见面了 现在呀 各种神话剧啊 层出不穷 里边的神仙 都有自个的看家法宝 您看铁扇公主 有芭蕉扇 银角大王 有那个大葫芦 青牛精 有金刚拙 总而言之 只要是妖怪 装备上了法宝 齐天大圣也不是对手 其实呢 不只是神话小说里边有宝贝 在唐代的奇书 《尤阳杂族》里边 这个作者段成事 耗费了不少的笔墨 记载了几件法宝 要是隔了当今社会 估计都是那种严禁出国展览的国宝了 是不是有点意思啊 好 您呐 瓜子花生 把花茶漆得了 咱们聊聊 发宝 这个 我讲的第一件 发宝啊 是一柄 神龙宝剑 话说 唐朝开元年间 也就是 李隆基 还没和杨贵妃 谈恋爱的时候 那时候 大唐正处于是盛世阶段 当时在河西方镇 也就是现在的甘肃一带 有个骑兵将领 名叫宋青春 这个名字啊 照启彭博 人也很凶猛 打起仗来 跟开挂似的 不要命 土国人特别害怕他 当时 大唐与吐蕃 在河西边境 连年开战 给了宋青春 发挥的机会了 每次跟这个吐蕃 掐架的时候呢 宋青春都是 卯足了劲 尽情地挥舞着宝剑 大声吆喝着 往这个敌人军队里边冲 这个剑 敞郎郎往下一落 把敌人的耳朵 切起来 大胜而归 凭耳朵 计算军功 很受上司的欣赏 因此这个官职啊 不断被提拔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什么呢 跟这个吐蕃人 掐了十多年了 宋青春 竟然跟长盛将军 赵子龙一样 身上没有一丁点的伤痕呢 赵云赵子龙是蜀汉 五虎上将 长盛将军 没有伤痕 这个不足微怪 可是宋青春能这样 那就不简单了 因此 全军将士 都把他当作武神下凡 一直吃亏这个吐蕃人啊 挺出头他的 出头这位神豪出征 寸草不生的战神级的猛将 大唐军队呢 非常依赖他的神勇 唐军将士在惊叹之余 也自然对这位刀枪不入的猛将 产生好奇 也有不少好事者来询问 你有什么秘密 但是 即便是宋青春本人 也搞不清楚其中的奥妙 有一次啊 唐军跟这个吐蕃军队交战 大获全胜 一次性就俘虏了几千人 哎呀 唐军的统帅高兴坏了 激动得浑身直哆嗦 也抑制不住自个儿的八卦心 视察这帮穿的破破烂烂的 俘虏的时候呢 发现其中有一个穿虎皮的特别鲜艳 吐蕃人崇拜老虎啊 他还形成了独特的大虫皮制度 大虫皮就是老虎皮啊 拿这个来奖励立功的将士 西藏历史书贤者喜宴里边 就记载了 赐给立下战功的 六勇士 这个士就是装士的士 其中就包括虎皮袍 虎皮上衣 虎皮裙子 还有入垫 就这一系列的虎皮制品 由此可见 让唐军俘虏的穿虎皮衣服呢 一定是吐蕃军中战功卓著的勇士 唐军统帅就让翻页去问这吐蕃人 说你们吐蕃人那么厉害 怎么就伤不到宋青春呢 宋青春修炼什么神功呢 吐蕃人说那谁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炼没炼神功 可是有一样 我就知道 每次打仗的时候 他手里的宝剑呢 就变成一条神龙 奔着我军猛冲过来 我们那个刀剑 砍在那个神龙的身上啊 就像砍到铜铁一样 一点伤害都没有 一定是有天神在相助这位将军 这话说完了 从青春都恍然大悟 哎呦 嗯 我的宝剑里边 竟然有一条神龙啊 那是更加爱惜了 可惜的是 宝物再厉害 也抵不过阎孟爷的召唤 过了十多年吧 宋青春得病去世了 他去世之后 这把神剑 辗转落在了 瓜州刺史 李广琛的手里边 李广琛对这把剑 那爱不释手 供奉在室内 哎 有个事很神奇 有时狂风大雨之后 这个神剑 啪啪啪啪 这是迸发光芒啊 射出室外 能照亮周围好几米的地 大将戈书汉镇守西凉的时候 知道了这把宝剑 想用其他的宝物来换 这个李光琛呢 不同意 为了这个抚慰 哥书汉受伤的心灵啊 就说了 说这把剑呢 就像给你也没用 你不是他的真命主啊 这把剑鸟等待真正的有缘人 这是当年刘传的一个小故事 我给您各位普及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 断城市生活在中晚唐时期 当时安史之乱刚刚结束 周边地区也是不怀好意 刚才咱们说的河西地区啊 早就让土国人趁机占领了 老百姓都非常怀念 所以就塑造出宋青春 这个拥有神龙宝剑的勇士 不仅是对着往日大唐上武精神的缅怀 也是对重振大唐的一种呼唤 唐朝的皇帝姓李 自称是太上老君李尔的后代 尊道教为国教 武则天年轻的时候呢 他在感业寺当过尼姑 他是独信佛教 因此这个道教佛教 这些个神仙思想 在唐朝非常流行 在镜子的体现上也是淋漓尽致 典型的有嫦娥奔月镜 仙真乘龙镜 海上三神山镜等等 每年的8月5号 是唐玄宗的生日 也是民间的千秋节 也被称为是千秋金剑节 按照民间习惯的这一天 全国做镜子的商户 都得拿镜子当礼物送人 大卖特卖 所以镜子就成为了唐朝智怪笔记中的常客 我们讲的第二个故事呢 涉及到三面神器的镜子 头一面叫百合镜 有人纳闷 怎么叫百合镜呢 你看 这个百合就是百合花 唐玄宗 圆和年间 公元810年左右 海陵人夏侯乙的庭院前辈 长了一株百合花 这可比平常的要大好几倍 夏侯乙觉得挺纳闷 这有问题 往下挖了 就顺着这根啊 往下挖 结果呢 挖到了13层砖峡 每一层里边有一面铜镜 其中第七层的铜镜 光亮如新呢 拿它照着太阳光 能照出周围啊 很远去 当然了 这是一个有散光效果的宝镜 顶多算是普通宝贝 没有什么奇异的功能 太平广记里边 记载了一面镜子 那个功效就不得了了 能照出鬼来 唐朝有个叫鲁斯眼的人 他的女儿呢 17岁 有一天晚上 他点着了蜡烛 对着镜子梳妆 镜子里边忽然出现 一个中年妇女 胚头散发 抱着一孩子 这小脸蛋绿油油的 你说这玩意多神人呢 这女孩吓坏了 更让她害怕的是 这一回头 抱孩子这女的 就站在身后 这个要是配上点音乐 那真是恐怖到极点了 刚开始呢 女儿把这事跟家里人说了 家里人没往心里去 尤其是这鲁斯眼 一直认为闺女 这是捉弄大家 孩子说你们瞧瞧吧 大伙都看镜子 这一看镜子 家里人也能看见这女鬼了 这鲁斯眼也吓坏了 战兢兢问这女鬼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为什么上我们家来呢 这女的就说了 这女鬼啊 说哎 有一年呢 一个当官的呀 看我有些个姿色 娶我做小老婆 你女儿的前世 就是那个当官的人的正妻 后来我生了一孩子 这个正妻呀 把我跟孩子扔在井里边淹死 等到丈夫回来 这个正妻呀 撒谎 骗她 说我逃跑了 鲁斯眼一家人一听这个 那就吓坏了 都说不话来了 女鬼指着指鲁斯眼的女儿 说呀 我跟阎尾爷说这事了 诉说冤情 这才发现她已经腾胎了 转世投胎成了你的女儿 虽然她已经投胎转生 但她上辈子犯的杀孽 这辈子也是要偿命的 女鬼说完呢 就消失不见了 后来这女孩 天天担惊受怕吧 最后也就合伙吓死了 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小故事 咱们不论故事强调的 这个因果报应 咱们就说这个镜子 奇妙之处就在于 它把人肉眼看不见的灵异物体 照射到真实世界里边 不过也有点好奇 你说这镜子怎么倒鲁去呢 最后镜子去哪了呢 得了 这么矫情就没劲了 估计编故事那位大爷 也没想这么多 话说回来 在唐朝人看 仅仅让鬼显形 还是不够的 某些镜子 还有神意的功能 唐朝得宋真元年间 也就是公元八百年左右 苏州太湖 有渔民呢 撒网捕鱼 得到一面镜子 长二十多厘米 渔民随手就把它扔到水里边 船往前划换个地儿 再下网 又捞起来了 渔民觉得挺纳闻啊 拿镜子一照 呦活 这吓一跳 这镜子里边 照进自己的筋骨血脉 五脏六腑 全都有 这一哆嗦呀 啊 镜子又掉水里了 不过呢 这也不是个胸镜 啊 因为 拿镜子照完之后 他以前的一些不舒服的病啊 哎 都好了 一问这个上年纪人 大伙说说 这镜子一直啊 就在这个江河湖泊里边 每隔几百年出现一次 能得到这镜子呢 好家伙 全是了不起的人物 都是天之骄子 这渔民后悔坏了 赶紧捞去吧 拿上点捞去 这一片呢 哎 都快摸了底朝天了 也没有镜子 奇怪的是 没等到几百年 二三十年之后 唐牧宗年间 这镜子又来了 在这个秦怀和尚 给捞着了 渔民拿起了一招 哎呦活 五脏六腑全出现了 这渔民吓得一哆嗦 这镜子又掉水里边了 当朝的宰相叫李德玉 他在浙西 听见这个事 很感兴趣 因为他本身 也爱收藏古丸呢 专门派这个昆仑奴 赶赴现场 这个不是昆仑山的奴仆 他是南洋地区 过来的奴仆 哎 都是东南亚一带的 水性很好 这些个昆仑奴 浅到水底下 但是也没再发现 这个镜子啊 这镜子厉害 人家搁了现在 不管什么病 哎 一治就好了 刚才说的是唐朝保镜 咱们再说一个 第三个发报 他跟现在的空调 有点相似 啊 这个唐文宗 大和年间 蔡州有个将军 叫田芝 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欠了官府几百万钱 还不上 跑吧 躲避到一个县城 这时候 刑部尚书高宇 到蔡州视察 就通知 该县的官员 把这个田芝啊 监视起来 田芝啊 忧愁窘迫 寝食难安 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他的朋友 给他白酒设宴 借酒交筹吧 九夕宴前 来了几十位客人 其中有一位 江湖人称 黄浦玄珍 法术很高 哎 穿一身白衣裳 白的跟天鹅那毛似的 先风道骨 递躺如牙 大伙都劝田芝 别别扭了 只有这位皇甫玄珍 说将军啊 这个只是小事一桩 有什么可焦虑的呢 田芝差点没坐地上 这还小事 可这么些人了 也不方便问 九央三巡 才过五位 客人吃饱了 也都陆续离开了 唯独黄浦玄珍 单独留下来 说将军啊 我曾经漫游东海 得到两件宝贝 可以用来为您解脱为难 哎呦 田芝感谢坏了 咔 又说 这怎么谢您啊 你甭管了 送什么东西 准备车马一概不要 皇甫玄珍 离开田芝的府 走得很快 那神清四宴 刮风似的 当天晚上到了蔡州城 住进旅店里边 第二天一早 去拜见高宇 高宇见乎来神仙 肃然起敬啊 皇甫玄珍打了个几手 对高宇说 我要来一趟 特地的呢 恳求您 饶恕天知 高宇愣了 说这也不成 天知 亏空了公家的财产 罪功不小 就是我想放 国法也难容啊 皇甫 说您那 平退左右吧 我跟你说点事 大伙都出去了 他这低声说 我随着师父 云有天下 在新罗国外的 仙山上 得到一块布 这块布 能够比尘 我想用这块布 赎回天知的性命 说着大怀里套出来了 高宇揭在手上 就觉得浑身清凉 哎呦呦 赶紧还给这玄珍 说这东西 这是仙家的宝贝啊 这可不是我们 凡人能用的啊 哎呀 这个东西 天知的性命 肯定是不如他之前的 要是用他 将功赎罪 我看到是行 这一见了 人家的神庙之处 高宇就把他当神仙 第二天 特意请他到城外 打猎游玩 当天干旱已久 一路上灰尘非常多 路上本来是尘土飞扬 可是高宇的马 跟左右随从 身上没有一丁点的灰尘 这个一块去了 有监军使 大人怎么 您身上没有土啊 您遇见什么高人了吗 高于也没瞒着 把昨儿事一说 哎呦 监军使说 那我得监见啊 监的皇甫真人 说您这个高人 您肯定还有宝贝 您再拿出来吧 啊 皇甫宣真就说了 说我在海外仙真拿 仙山上得到两件宝贝 一个是避尘布 已经给高的人 另一件呢 是避尘的针 这根针法力弱一点 只能保证携带他的人呢 身上不沾尘土 啊 他给你吧 拔下来就送给他了 针呢 是金色的 大小跟冯一针差不多 监军使把针插到头巾上 骑着马上土地里跑去 灰尘呢 就是马尾上有 哦 打这儿起高宇跟监军使 每天恭恭敬敬的 去见皇甫宣真 想要求道术的诀窍 皇甫宣真一看 这么看重自己呢 就知道 填织的事情完成了 找一个机会 悄悄的呢 也就离开了 嘛 得了 你说几个小笑话 我也想奉劝大家一句 请保持一颗 充满想象力的心脏 因为就是好奇心的推动 人类才能不断进步 发明出一个又一个 不可思议的高科技产品 大家好 我是郭德纲 又到了跟您聊天的时候了 常听郭论的朋友您都知道 咱们这一季啊 又在节目里边挖了心坑了 有的朋友就说了 说别挖坑了 到底能不能说完呢 咱们努力呗 坚持就是胜利 还有的朋友呢 这对我们是太熟悉了 曾经我看有的朋友跟我聊天 就说到了纪公传 纪公传我也没少说 说好些年了 当然也没说完呢 人家这个朋友留言就说了 说希望有生之年 能听到纪公传的结束 如果这个纪公传这个篇幅 您各位也知道啊 他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结束的 所以咱们彼此祝福一下 身体健康 硬硬拉拉 不为别的 就为了听个全虚全影的纪公传 网上有些人还讨论纪公传 提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 书里边说到 有这么一种善语 叫望月善 不知道您各位有印象没有啊 书里边 咱们说的是 有个人物 叫好大哥 这位 性别是男 爱好是女 就这么一位 最后误食了一条善鱼 化为浓血 书里边说 它是一水缸的善鱼 唯独这条特别粗 特别大 蹭蹭一家伙 上半身能抬起来 养着这头啊 直勾勾的看着月亮 这种月圆之夜 直起身子看月亮 一看看半朽的善鱼 它叫望月善 这种善鱼 它是吃死猫死狗 这些个腐肉长大的 剧毒无比 有人说 说有这么回事吗 是不是郭德纲 你瞎编的呀 咱别抬杠 真有这种善鱼 一般来说 很多善鱼 都会抬头 一到夏天 您到农村 那个水田去看去吧 一到夜里边 尤其是特别闷热的 那种桑拿天的夜里 黄扇一条条的 就都游出来了 哎 昂着头在那等着 等什么呢 等蚯蚓 会逮蚕鱼的人呢 专门拿蚯蚓 引诱这些个蚕鱼 尤其是那种 发粉色的蚯蚓 蚕鱼是最爱吃 把这个蚯蚓呢 放在田梗 那个浅沟里边 半夜 等黄扇一出来 拿一大号的手电筒 强光一照 扇鱼当时就是一愣 拿一个特大号的夹子 咔嚓 就这么一夹 夹住一条 装在楼里边的 除了拿夹子夹之外 还可以钓 就跟钓鱼似的 不过呢 一般的鱼钩不行 他们有人说 说得拿自行车 那车条磨尖的时候 拿那个 当钓钩 这才能钓着扇鱼 不过 逮这个玩意儿啊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别小瞧扇鱼啊 这东西它有灵性 首先呢 这个扇呢 它掏的洞啊 和蛇这个洞很像 没有经验的人 不容易分出来 一不留神 扇鱼没逮着 拿坏了 怎么呢 里头是蛇 让蛇咬一口 再有呢 这个扇鱼 它记仇 有那个老的扇鱼啊 它那个从 抓扇的人手里跑了 上过一次当 它就记住了 下次再遇见 抓它的人 它这脑子能鼓起来 成一个三角形 哎 一不留神 您还真以为是毒蛇呢 但是呢 别瞧好多扇鱼 能昂起头来 但是抬头的这个幅度 都不高 真要是昂起头 超过三寸 这扇鱼就不能吃了 古书上有记载 扇有昂头出水 与三寸者 为他物所变 其毒能杀人 这说的他物 这个他 其实指的就是蛇 也就是说 古人认为 这种扇鱼是蛇变 一般来说 扇鱼这个东西 他喜欢吃新鲜肉 不喜欢吃腐肉 但是咱们说那个望月扇 就不是了 靠吃腐肉长大的 所以您看过去这个 盗墓的哈 除了玩洛阳铲之外 有的还通过看扇鱼 判断哪有古墓 过去有句说话吗 说有大扇 必有大坟 您看某某地方 挖出一条 特别大的扇鱼来 个头大的都邪乎 昂头出水很高 这种扇鱼 有个名词 叫坟扇 就这种扇鱼出没的地方 附近 很有可能 就有古代的大坟 所以过去给人下葬 看风水 挑选集血 也得看这个 如果附近有水田 挖出过扇鱼 那是绝对不能选在这 不过抛开这些事不说呢 这个扇鱼这个东西 好多人特别爱吃 但是也得说清楚了 除了望月扇不能吃 其次呢 就是死扇不能吃 因为死扇鱼 它也有毒 而且不是说望月扇 剩下那个活扇鱼里边 也不是都能吃 怎么呢 据说啊 会逮扇鱼的 把好多扇鱼 这都逮回来了 一般来说 先找一个大水缸 或者是大盆 先养这么一晚上 说养一宿干嘛用呢 到半夜的时候 点一个火把 拿这火把 照一下这盆扇鱼 哎 说这个一照 哎 这里边有一条扇鱼 和这条扇鱼 不但不躲 这个火 突然间蹦起来 扑你手里边的火把 那这条扇鱼就得挑出来 过去的人认为啊 说这种东西 不是真正的扇鱼 啊 它是跟扇鱼 长得非常像的一种东西 这叫喷火蛇 它跟扇鱼 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它嘴下边 相当于咱们这个脖子的位置 有那么几片细细的鳞 这个东西人要是吃了 肯定得死 要吃 就得吃 活善宰杀的 纪宫传里边呢 咱们大概说了几句 咱们使得这个善语 除了书里边说的这个方法 还有很多不同的办法 尤其您到了江苏 人家有一整套啊 这个收拾扇鱼的方法 你看那个收拾 那就跟看杂技似的 师傅手头啊 他丢准啊 少使一点劲 骨头弄不下来 多使一点劲 皮肉就烂了 真正收拾好的 拿一钉子来 啪 把扇鱼 钉在案板上 一刀下去 这扇鱼整个划开了 第二刀下去 骨头就下来了 第三刀再下去 头剁掉 也就是说 整条扇鱼 三刀收拾好 还有的地儿呢 是把这扇鱼啊 摔死 右手 食指 中指 无名指 这仨指头 把扇鱼的脑袋掐住了 省得它摇你 然后这么一抡 啪的一声往地上一摔 有经验的人 这一下就能摔死 然后墙上有一个大钉子 把扇鱼的脑袋往上一挂 用手一拽这扇鱼的尾巴 啪一下子 就这么一拽 因为这个扇鱼啊 全身就是一条脊椎骨 所以这一下呢 脊椎骨就脱节了 鱼呢 还不卷 拿刀子顺着扇鱼这骨头缝 咔咔咔几下 剃掉骨头 然后再切段啊 切片或者切丝 具体到扇鱼菜啊 有很多做法 南京有一个扇鱼名菜 叫炖生鞘 拿这个扇鱼啊 跟猪类条的肉做 做这个菜的时候 黄扇摘好了以后 得拿一个大木棒子 反复敲打这个扇肉 让这个肉质变得松散 那这叫敲 敲完了以后 扇鱼肉切起子块 搁到火上 拿八成热的花生油去炸 要炸到泛出一种银炭色 俗称芝麻花 这才成 然后呢 拿它再跟炒好的猪肉一起 用清汤先得白煮 然后再加各种调料一炖 到最后 扇鱼那个卤味特别的重 装盘以后 油亮油亮的 吃特别的酥烂 吃扇鱼做法可是太多了 炒爆烧 炸焖炖炖 拌面 都好吃 最常见的 比如说享油扇丝 做起来特别有意思 把炒熟的扇丝 摆在盘子里边 中间留出空地 铺上一些个葱花蒜末 热油里边 然后热锅里边放一块猪油 烧到八成热 然后把这猪油啊 往扇丝上这么一浇 呲啦一声 连这个扇丝啊 葱花啊 蒜末 这一声跟开关似 顺着这一声 扇鱼这香味就出来了 再拌上点白胡椒粉 吃去吧 很美 什么时候最适合吃扇鱼呢 夏天 尤其是小鼠这个节气 你要是讲究 您就天天吃扇鱼 有句话吗 小鼠的黄扇晒人参呢 一个呢 是因为这时候的扇鱼最肥 还有一个呢 扇鱼这个东西性温 能够补中一血 小鼠节气 人容易腹泻 消化到容易得病 吃点扇鱼 调养肠胃 另外呢 有的人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秋冬季容易犯病 夏天 小鼠吃扇鱼 对关节而言有好处 这叫做东病夏治 吃扇鱼好处很多 所以全国很多地方都爱吃这扇鱼 尤其是南方会吃扇鱼做法也多 除了南京的这个炖生鞘 您到了杭州有个著名的馆子 叫奎元馆 老四号啊 清朝同志年间就有了 这馆子卖什么呢 卖面 人家这跟这面条种类呀 很多 扣汤面呢 霞黄鱼面呢 片川等等 过去有这么句话吗 不吃奎元馆 不算到杭州 这有这么一种面 就是扇鱼做的 叫虾爆扇 要说这个菜的做法 那年头可早了 应该是大约南宋的时候 人家这个雏形就有了 当时叫虾玉扇腊羹 经过多少年的改良吧 现在这虾爆扇 可以说是杭州有特色的代表美食 金庸先生还把他写的小说 《书见恩仇录》里边 你要感兴趣的可以找一找 这个面怎么做呢 先得把这个出谷的扇鱼啊 煮一下 切片 面条煮一个七八成熟 新鲜的和虾仁 抓上淀粉 蛋清盐料酒 把它腌上 然后忘火烧这个菜籽油 倒八成油温 下扇片炸 炸到这个扇鱼的表皮起小泡 这是第一道工序 叫素油爆 然后下猪油 葱姜末 扇片再下去 加上酱油 糖 酒 肉汤 一块是大火炒 这是第二道工序 这叫 荤油炒 最后再下肉汤 把面条放进去 煮开了之后 把表面的这个浮沫一撇 加鲜鱼的卤汁 往碗里边一盛 把鲜鱼片往上一码 虾仁呢 用白水窜熟了 也放在碗里 这就是虾爆扇面 这个虾是白的 扇鱼是脆的 面呢 油润油润的 很好吃 除了虾爆扇面之外 南方还有很多类似的面 您比如说 有一种面 也是黄扇做的 不过比这个普通 那叫肠鱼汤 或者是肠鱼汤面 您到南方 江湖一带 尤其是镇江 这些地方就看看吧 好多地方都有 最早是从烧黄扇丝 打这么道炒菜来着 现在成了当地的一个 有名的特色小吃了 黄扇的骨头 加上猪骨头 鸡骨头 各种海货 一熬汤 焦头呢 是扇丝小锅 先炒出来的 面条呢 煮好了 刚一捞出来 这边 焦头也炒好了 热乎乎的 往桌上一端 有人说 我不想吃面 我想喝这个汤 行不行 也行 做这个汤呢 把切好的扇丝 先得油炸 一直呢 炸到酥脆 然后扔到汤里 窜它 这一打蛋花 一勾薄芡 这就是肠鱼汤 配上姜丝 胡椒粉 来一笼当地的蟹黄包子 连干代西一吃 那个太舒服了 有人说 这说了半天都是小吃 扇鱼能不能做点大菜啊 能 跟您念的两样 北京有个淮阳春 有一个特别出名的 扇鱼菜 叫呛胡植 也叫炮胡植 淮阳春那是北京过去 八大春之一 专门经营淮阳菜 其实别的地也做 但是没有淮阳春做的那么好 呛胡植这个菜呢 扇鱼是主料 如果做的不好 要么就腥气 要么就老 要想避开这个腥味和老味 头一个 不能用死扇鱼 或者是不太新鲜的都不能用 开始加工的时候 把扇鱼活烫 去骨之后 就得在水里边 加上葱姜料酒醋盐 把扇鱼先搁在锅里边煮 去的这个味儿 这个具体做的时候呢 先煮扇鱼 但这个过程不能叫煮 叫炉 而且扇鱼的个大个小 水质是酸性还是碱性 煮扇鱼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淮阳春虽然说做的是淮阳菜 可是本身在北方 北方的水 碱性足 所以要多煮一会儿 否则这个扇鱼做出来 太硬 筷子划了不动 一般呢 先煮个五分钟 煮的过程当中 掐一下这鱼脖子 掐去能摸到骨头了 那就说明煮的差不多了 再一点呢 卤好的扇鱼还要放在鸡汤里边 泡个十分钟 让扇鱼入鸡汤味儿 同时鸡汤浸进去 口感就不老了 很多地方呛虎尾 缺着一道工序 扇鱼收拾好了 开始做菜 结果呢 做出来的这个泡虎尾 肯定是挺有腥啊 哎呦不嫩 这道手续是不可欠缺的 鸡汤喂好了 真正的烹调过程就简单了 扇鱼下锅一炸 就可以码盘 最后浇上兑好的汁 码一堆蒜 然后来勺大油 夹的很热 今天说得 二百八十度 唰一声 浇在这堆蒜上 炸出蒜香 呛虎尾就得了 这个菜吃起来有点像糖醋排骨 这个味儿微微发甜 肉是又酥又软 拿筷子一扒了 一整条肉 很容易下来 别咬碎了 整条 往嘴里送 嚼去吧 越吃越好吃 黄阳春还有一道炸脆扇 这个简单 扇鱼跟姜啊 白糖酱油什么一炸 唯一的特点就是 它这个菜 只用扇鱼肚子这儿的肉 而且不拿刀切 拿手撕 撕成粗细差不多的肉条 下水煮 煮一个坎下锅炸 炸一个锅之后 放水里煮 煮完了炸 炸完了煮 所以它最后呢 起一层酥皮 而且这个肉 不发梗 这个 您到玉华台 这也是北京一个著名的 做淮阳菜的地方 人家这儿呢 有全山西 那你别说吃光听了名字 就不错 乌龙卧雪了 什么螃蟹盒青山呢 龙凤扇鱼丝 鼻杆扇鱼 很好 其实您要到了淮安一带 当地人有全山燕 花样很多 据说能凑出来一百零八样 挺好 当然了 这个说完之后呢 您各位啊 也得想周到了 有的人说 我这个听民间传说 这个佛道两教 不吃鲜鱼 其实这个有灵性 说有的鲜鱼啊 跟龙是亲戚 怎么怎么样 咱们这也不是宣传封建迷信 不过动物也确实有动物的灵性 您吃的时候也多在意点吧 尤其是野生动物啊 千万别吃就行了 祝大家吃善开心 大家晚上好 欢迎继续收听夜总会 我是郭德纲 又到了聊天的时候了 咱们呢 聊点鞋的 那聊什么呢 赌博 这个 大伙都知道啊 赌博呢 在咱们国家不合法 但今天咱们聊的 是一种 合法的赌 有人说别逗了 不可能啊 你在咱们这儿 这个 只要是赌 那都是犯法呀 嗯 你没听明白 我没说完呢 我说的是 赌石 赌石呢 是玉石行业特有的一种交易形式 因为玉石翡翠这个玩意儿 最初状态就是石头 而且基本呢 都有石头那皮包着 没切开之前 没人知道里边是什么 所谓神仙难断寸玉 就是神仙他开了天眼了 也不知道手里这块玉啊 是玉呀 是豆腐渣呀 还是切开了 是水呀 全闹不清楚 行内讲话 一刀穷一刀富 这一刀切下去 切出好玉了 那行了 坟地冒清烟 走大运了 这要是一刀下去 什么都没有 倾家荡产 万劫不复 历史上最有名的赌石故事是哪个呢 哎 和氏璧 很多人都知道哈 变和 看见凤凰落在一个石头上 就把这石头抱回去献给大王 说里头有玉 结果前几次呢 都没开出玉了 被砍了双腿 最后一次开出来美玉 就是和氏璧 今天咱们要说的呢 比这个要诡异的多 民国三十四年 云南楚雄县 有个小村庄 叫赌石村 一听这名 您就知道了 这村子没有别的产业 就是赌石 天南海北的人呢 都来这赌 这天有个叫孙宝平的 跟着一个叫郭大师的 来这掌见识 到这一瞧 有个人呢 拿着这个夕阳手电筒 在那看石头 先拿起一块黄沙皮的石头 看了看 然后看看郭大师 郭大师高深莫措 来点点头 这位呢 不太放心 又拿起另外一块黑皮的石头看 这个石头上面有道裂缝 能稍微的看到一点点里头 拿光一打 绿油油水汪汪 哥们觉得这个 黑石头 比那黄的靠谱啊 跟伙计就说了 来呀 先把这个呀 开开吧 我觉得 这个靠谱啊 伙计那儿就喊了 啊 说这个 三号 成交 一千 大洋 啊 好家伙 这可不是便宜的账了 好家伙 堵个破石头 一千块打烊啊 啊 这还了得 再回头看看这郭大师呢 哦 我这 郭大师 点点头 那意思你 别这么没见过世面 来吧 说话间那旁边 黑色的石头都切开了 这个堵石头 这哥们一看呢 这眼珠子都出血了 石头里边就一点绿的 就他看见那点 胜开全是发黑发黄 而且最要命的全是烈 这个预料最怕就是烈 你说有点脏 有点杂 遇见好的雕工 没软要救 但是有烈 神仙也不成 所以这个玉石呢 这个 虽然看色 看水头啊 但一有利 那价钱呢 都是 照着脚脖子 那么 那么看 旁边这个 孙宝平还挺得意 让你嘚瑟 不听郭大师的 郭大师让你开黄的黑 开的黑的 那哥们呢 也不死心 这个 老子今天出门烧香 看了黄里了 不能输啊 把那黄的石头递给伙计 且这个 伙计这又喊 六号成交 四百大洋 这块还便宜 为什么呢 赌域啊 跟这个玩七货是一个意思 赌的这就预期嘛 越看不出来 风险越大 刚那黑的为什么贵呢 因为有福尔能看见里边 那从风险上来说小多了 但是买的没有卖的精 真要是一眼就知道里边什么货色 那这帮人还拿原石出来卖干嘛 自个儿切出来不就更划算 所以越是看上去他的实施 稳赚的赌局 基本上都是坑 风险最大 这黄石头呢 没一会儿也切出来了 你看别说 真出狱了 一刀下去 碧绿一片 整个厂子里边 呜呼 这个惊呼声此起彼伏 不用想啊 嗯 切掌了 赌石的哥们啊 哎呀 我的天 这下可发了 赶紧跑到郭大师面前 连做三个一 今天得亏了有您掌眼 明天中午啊 这个咱们吃饭去 我做动 郭大师就跟这个孙宝平介绍 说这是天津来的陈老板 跟陈老板说 说饭不吃了 我还有事 以后有机会 陈老板很高兴啊 屁颠屁颠就走了 孙宝平就问郭大师 他这石头值多少钱 郭大师伸出一个石头来 哦那一千 至少一万 四百遍一万 这买买干的锅 回去的路上 孙宝平就问郭大师 您有这个能耐 干嘛不自个弄啊 这不是点石成金吗 这不是啊 您干嘛让他们 罚这个财啊 这是为什么呢 郭大师不紧不慢的说 我呀是喜欢研究石头 但是 我们家老祖宗 留下了家规啊 严禁赌博 我呢自然不可能赌石 偶尔受朋友之托 帮他们长眼 我也算不了什么大师 不不不不 您算大师 而且您能帮别人长眼 您能不能也帮我长眼呢 你可想好了 赌石 可不是你们坐那玩牌 赌桌上 哎 推牌摇骰子 竖几块大洋的事 当然话说回来 他要是赚了呢 那也是你坐买嘛 十年八年挣不来的 孙宝平说 对这我知道 您这就答应了 郭大师说 反正咱们算是有缘 我呢帮你一次 三天之后 还是刚才那个地方 还有个局 这次都是一些个 中等大小的石头 你准备个 三五百的大洋就行 要是赚了 你就给我百八十块的 算个意思 要是没赚呢 你也别怪我 那那甭甭说了 我准备钱去了 故事说到这呢 咱得往回倒一点情节 这个孙宝平跟郭大师 怎么认识的呢 这孙宝平啊 虽然是故事里的男一号 但他也不是什么好人 他是个败家子 孙家是当地的布料商 祖孙三代勤勤恳恳 终于把买卖做大了 成了当地最大的富户 但传到孙宝平这辈的时候呢 这小子吃喝嫖赌 样样精通 尤其是赌 一上这个赌场 好家伙眼珠子都红了 脑子里边一片空白血观铜人 一宿一宿的就跟那个排酒啊 骰的较劲 那哪行去 肯定得输啊 越输越想读 越读越输 时间一长 已经是债台高筑 家里边的现金流 都让他玩断了 买们也黄了 就剩下市中心有一所大宅子 每天靠典当为生 这天呢 孙宝平是输光了才回家 走了家门口 突然发现 巷子口不知什么时候立了一个小摊 零零碎碎的摆了一些石头 摊前立了一牌子 写着一个大大的脆字 这摊后子呢 坐着个十五六的小孩 孙宝平来了摊子前面 看看石头 撇撇嘴 这个石头啊 也就是三岁的小孩当宝贝 话音刚落 小孩站起来了 可孙宝平吓一跳 干嘛要打我呀 小孩站起来 毕恭毕敬的说了一声师父 孙宝平这才发现 身后站着一个黑袍男子 这人走过来 打摊上选了块石头 拿灯一打 里边影影抄抄了 有点绿 回头看看孙宝平 你对翡翠有兴趣啊 我这个略知一二 不太懂 这摊是您的吗 这人说是啊 我姓郭 对各种的玉石翡翠 有点研究 刚才帮朋友啊 选了几块翡翠 留图就在这 先生喜欢吗 这块石头我送你 你找人切开 如果里边有翠 你拿去卖钱去 然后请我喝酒 如果没有 过几天我请你喝酒 要说赌啊 这孙宝平是行家 但是第一次听说有人这么打赌 这好奇心一下就上来了 心说怎么我也不吃亏啊 那好 就把这石头借过来 第二天一早 孙宝平到城里 找一个有名的玉雕的师父 姓赵 赵师父 这一进作风呢 赵师父跟一个人正聊天的 这人三十来岁 穿着西装 一看就不是凡人呢 这个两眼炯炯有神 气质非凡 赵师父一看孙宝平来了呢 还给介绍啊 穿西装的这位姓张 叫张怀如 是一所大学的地质学的教授 孙宝平也没文化啊 还纳闷的地质学 看风水的 张怀如给逗乐了 还不是地质学 地质学 简单说吧 这是研究石头 孙宝平乐了 石头有什么可研究的 除非是玉石 说的话 就把昨天 那郭先生给他的石头拿出来了 来老赵 你给我看看这块怎么样 赵师父接过石头 对着光看了看 递给了张怀如 张怀如拿手里瞧了瞧 不置可否 就问孙宝平 说给您石头那位 穿黑袍的男子 长什么样 哪的口音呢 诶 纯闲聊 最后还问孙宝平 平时你有没有什么消遣的 有什么爱好啊 孙宝平觉得 大老爷们有闲钱 进赌场 逛窑子 这都是露脸的事 也就没羞没臊的 全跟人说了 赵师傅干这孩啊 年头挺久的了 就问这孙宝平 这石头真不是你花钱买的 哎呦嗨 我有这个闲钱 我上赌场来两把不香吗 谁没事买石头 那人非给我 说有脆也算他赢 要是没有呢 他就输了 请我喝酒 哦 那行吧 说这话 赵师傅就把这石头呢 给开了 一带烟的功夫 伙计把去掉外壳的石头 拿过来了 里边有花生米大小的 绿翠 哎 孙宝平挺高兴 你看这玩意 还真有翠 再想要是请赵师傅加工 那这等些日子 而且夜长梦多 万一那黑袍男子反悔了 找我怎么办呢 那得了 果断出手 拿这石头 跟赵师傅换了五块大洋 回来路上高兴啊 路过一个小酒馆 都是六千了 烧得好 进酒馆 往这一坐 点了三个菜 一壶酒 一边喝一边高兴 就忍不住琢磨这事 不巧不成熟 他这琢磨石头呢 旁边俩人聊天 这个内容把他吸引住 俩人说什么呢 说大理呀 有一个姓段的生意人 前几年 从缅甸带回了一块 三百多斤的玉石毛料 没人看好这石头 出不了手 就扔着院子里边了 大概有这么一年前吧 家里边有一匹马 受了精了 一撂卷子 马蹄铁正磕的石头上 外皮掉下来了 露出了里边 精英剔透 还泛着蓝绿色花纹的壤子 这姓段的赶紧找人开始 加工 最后呢 光这镯子就卖了三百多支 还不算这个编脚料 做出来的小物件 因为这个 这块料的个样子 太稀少了 所以人们给它起个名 叫段嘉玉 据说最好的一支镯子 让电影明星蝴蝶买走了 听完这个话 孙宝萍开始是鬼迷心窍了 心说要是那黑袍男子 能帮我找他一块段嘉玉得多好 一夜乍富 几辈子花不完的钱 越想越得意 越想越开心 可有一琢磨 不靠谱啊 怎么呢 净想占人便宜 现在上哪找人去 就跑到头一回 见着人家那地儿 到这一瞧没人了 四处扫听 也没人知道 有这么一个人 最后没辙了 心说上回他们家那摊 摆在我家门口 没准哪天还来 我来个守株待兔 天天家门口蹲着 赌钱他也不去了 胜怕错过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一天 家门口正冲嘴呢 眼前人影一闪 抬头一看 哎 就是那回拜摊那孩子 一把揪住了 哎你别走 你师父呢 小孩也认识他 哎 你找我师父干嘛 我找你师父 我打赌了呀 他给我那石头不错 我输了 得请他喝酒 这小孩也挺灵的 哦 你是不是还想要几块石头 哎 我这 我不是不是要不是白药 我是想买 哈哈哈哈 你师父啊 眼力好 一定是个行家 我想能不能跟着你师父 让他帮衬着 你明白了吗 哎 就这么着 孙宝平算是搭上了这位郭大师 之前咱们说了 郭大师让孙宝平准备几百两银子去参加赌食 但这个孙宝平家里边已经输得家徒四壁了 但是对赌徒来说没有钱不是问题 您看去 凡是赌徒 没钱能让他借赌吗 借不了 他一定能有办法去赌 孙宝平也是 没钱没钱偷呗 偷他妈的手势细软 反正 他有的是哲 最后凑了三百大洋 白转挠心的跟着等着这赌食局 终于等着那天了 天还没亮 雇个车去接这郭大师去 心机火燎去赌食村 场面跟上回一样 所有人都跟这头脑发热神志不清 孙宝平心里说呀 我跟他们不一样 只要赚一笔够还债 我是绝不再来 回去我也绝不再赌 有个穿着中山装的男子出现在了桌旁 拿出石头放在桌子上 让大家看 孙宝平也不懂 看了都白看 眼巴巴的瞅着郭大师 郭大师不紧不慢 围着桌子转了几圈 拿起了一块 这个石头跟上回陈老板那个笔啊 个头小一些 皮壳呢 已经错掉了一小片 手电筒一照 隐约约有绿色映出来 孙宝平心里有点慌了 上回陈老板 就是看中一个能瞧见里头的石头 结果亏了一千 这回可别又着了道 但他心里明不易点 那就是对郭大师言听计从 别说呀 别说让他买这么一个 让他买什么他都会掏钱的 那就开石头吧 好家伙 到开石头的时候 孙宝平紧张都不行了 浑身发抖 手脚冰凉 啊 他大一声 石头的盖掉了 哎呦 一汪子绿意 充满了人们的视线 哎呦 这场子里头就热闹了 羡慕的 嫉妒的恨的 孙宝平嘚瑟了 高兴坏了啊 旁边来一哥们 哎我说我出一千 把这云给我行不行啊 哎 孙宝平一听好家伙这就翻了三倍啊 啊 这男的说 你看这块大小啊 正好给我闺女做个竹子 哎 我闺女很需要一个竹子 这块脆 整合适 您成全吗 啊 孙宝平回头看郭大师 郭大师点点头 好嘞 成交 回来路上 孙宝平和不拢嘴啊 拿出一百大洋了 这是您的 郭大师也没推辞 就要了 哎 说郭大师 刚才那石头 咱找人加工 出手能值多少 哦 嗯 要是那样的话 能得上万 啊 上万呢 那你让我一千就出手 哎 你刚进这圈 对石头不了解 这个石头 中间是最绿的 往外泛黄 保不齐 像里边也是泛黄 玉下一寸 神仙难料 所以见好就收 啊 你要想赚更多的 下回再来 好 下回我来 我来 郭大师点点头 啊 没说话 孙宝平先说 太好了 我要发财 他哪知道 自己已经落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圈套 大家好 我是郭德纲 欢迎回到夜总会 咱们今天继继好 讲一讲赌食的故事 孙宝萍第一次赌食 在郭大师的帮助下 七开得胜 三百现代羊转眼变了一千 觉着自己啊逮着活财神了 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先去当铺 把母亲的首饰赎回来 又还了一点赌债 虽然大头差得远啊 但孙宝萍这会儿已经信心十足 觉得那点赌债已经不是事了 为了庆祝一下 自个儿拿着剩下的钱 去烟花柳巷 又花天酒地庆祝了几天 这种人呢他就是烧包 你说这一屁股债了 还出去这么玩去 活该要倒霉啊 没有几天 这点钱就彻底花光了 孙宝萍再次就起了赌石的心思 就按照郭大师上次给他留的地址 就找去了 郭大师听明他的来意 说孙老板啊 您跟石头的缘分可是不浅 最近从缘甸刚倒了一批大石头 两天之后开赌 只是 哎您别别大喘气 只是什么呀 嗯 只是赌一块啊 最少要五千大洋 郭大师顿了一下 看看孙宝萍 然后继续说 说但这次石头可大 一旦开好了 收益是不可估量的 孙宝萍这脑子呀 飞速旋转 其实转不转也是那样 人已经鬼迷心窍了 还想着动心眼 也就是表演一下啊 表演自己不是白痴 对事情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他这转眼珠 郭大师就说了 不知道孙老板有没有听说过 段家狱 当时啊 那个段圣财 为了把那块石头带回来 也没少花钱 怎么样 换来的钱 几辈子花不完呢 孙宝萍一听 彻底不淡定了 段家狱啊 那天在茶馆里边听人聊天说过呀 蝴蝶都买了一只桌子 难道这种机会能让自己遇上吗 越想越激动 越想越兴奋 越想越觉得这事靠谱 可是回头一想 五千大洋啊 上哪找去 但是呢 舍不得错过这么一个机会 嗯 大师啊 我一定去 那这个钱 我得想想办法 郭大师说 行啊 如果孙老板在钱上犯难呢 我有一个朋友 倒是可以帮你 不过需要抵押房产 您要是信得过我 我就搭个桥 利息也可以上 孙宝萍一听 这是个办法 心说只要抵押几天 我那发了财 把钱一还 神不知 鬼不觉 母亲也不会发现 好 那您给我引荐一下吧 好嘞 你放心吧 你先回去吧 我马上我找着去 第二天早上起来 孙宝萍 揣着房契 跟着郭大师 走进了一个偏僻的小巷 来到一户门前 这郭大师轻轻的敲了敲木头门 就听里边脚步声音 紧跟着门一开 露出一张脸来 这张脸 惨白惨白的 孙宝萍吓一跳 好 这跟白纸人似的 这白纸人一看见郭大师呢 满脸笑意 哎呦 您来了 快行进来 这一进屋啊 没一会儿的功夫 白纸人就拿出一张纸来 说孙老板 人家跟我说了 郭大师念头 您只要在这个借句上面 签字还呀 房契放在我这儿 吴迁大洋立马拿走 七天之内还回来 这房契和借句 原样奉还 孙宝萍一听 七天有点够呛 我把石头拿回来 还得找工匠切割打磨 做出像样的东西才能出手 这一个月才能见着钱 白纸人一听 这脸上带出来不高兴了 郭大师说话了 说这个七天哪是有些仓促 折中吧 半个月怎么样 有我担保 还怕孙老板赖账不还吗 那是是是 那行 那得给大师面子 白纸人说着呢 又拿出纸笔来 重新写了一张借句 大意思就是说 孙宝萍把位于市中心自家房产 抵押出来 借款五千大洋 半个月之内归还 互不相欠 要是不还 债主就有权收走房产 写完之后 白纸人就把那张借句 放在了孙宝萍的面前 等着他签字 真签字的时候 孙宝萍有点含糊 他现在就剩这个宅子了 虽然花天酒地狂飘烂赌 但他也知道 只要这宅子还在 就还有翻身的本钱 要是连这宅子都没有了 那就是万劫不复 孙宝萍这正犹豫呢 有人这白纸人说话了 说您这个有点为难啊 这样吧 这回呢 我就不收你利息了 因为这个 郭大师的朋友 就是我的朋友 您跟着他 我放心 话说的这份上 你哥谁也不能怂了 再说了 这不还有郭大师呢吗 只要他在 还有什么问题呢 一咬牙一闭眼 就把这字签了 一天之后 孙宝萍跟这郭大师 又来到那个赌石场 这回的时候 好 又大又多 来赌的人也多了不少 有前两次见过的半首脸 也有第一次见的 不过孙宝萍 没心思观察这些人 他满脑子都是石头 有人把郭大师叫到一边 说是有事问 孙宝萍自个儿先看石头吧 这时候身边有个人说话了 说这个你也是来堵石的吗 他这一抬头 一看这人呢 蓬头垢面 穿撞打扮像个脚肤 头上扣个破草帽 是这 哪有时间搭理个苦力啊 就随便嗡了一声 可是闪念又一想 这人好像哪见过 他这个眼睛特别有神 好像能看透人心呢 想半天没想起来人是谁 再回头找人不见了 就这么会儿功夫 这郭大师回来了 点点头 那意思可以开始选石头了 孙宝萍就把脚肤的事就忘了 一门心思就是石头 这郭大师看上这个石头啊 总是那么出人意料 这次挑的石头呢 皮壳光滑 但中间这儿有一道裂缝 看上去不舒服 郭大师拿着手电筒 从裂缝旁边照下去 孙宝萍也跟着看 隐约着有绿光渗出来 郭大师说这个石头上有链 可不一定是坏事 有时候能帮你看到里头 这孙宝萍他是什么都不懂啊 那人家说什么是什么 就把这五千大羊拿出来 把这块石头买下来 伙计们搬这石头吧 搬到台子上 准备切 孙宝萍登了 哎呀 这人都多成一个儿了 满天神佛求了个变的 哎呀 各路神仙快保佑 石头打开的一刹那 孙宝萍就想起了 母亲常说那句话 头上三尺有神明啊 我刚才祷告 已经是得到了各路神仙的回应 你不服不行啊 石头这盖一打开 满堂彩 这块石头从外表看 虽然有粒 但只是存在于外壳以下 小半寸的深度 再往下 虽然不像上次那个石头 那么通心碧绿 也是难得的兵种 里边夹杂着绿色飘花 这屋子里边已经炸锅了 孙宝萍站在原地 享受着大伙 这个羡慕基督恨着眼光 心说 这就是我孙家的玉 啊 郭大师走过来拍拍着肩板 哎呀 这个多亏了孙老板是个有魄力的人啊 这种橙色的翡翠 我也是多年未见了 这时候呢 来了这么几个人 啊 想加点价 他又买这石头 这回孙宝萍不像上回事了 啊 那么着急出手 他要赚大钱 这几个人缠着不放 有俩人过来还不要抢 谁也不让谁 还撕个衣服打起来了 孙宝萍一瞧啊 你可别俩人做戏 抢个宝贝吧 赶紧脱下赵衫 把石头包起来 搬到外边旅车上 叫郭大师赶紧上车 车把着羊鞭的使劲一甩 驢车狂奔而去 跑出老远去了 这才回头确定没人追来 心放了肚子里 大师 你看这石头 能值多少钱呢 嗯 大师笑了 伸了三个手指头 这个数 三万呐 哈哈 孙宝萍高兴坏了 这回欠的债都换上了 还能有剩余 还能娶个媳妇 旅车要进城门了 大师活动一下身子 孙老板 我今儿还有事 城门那儿我就下车了 哦 好好好 您忙您的 今天真是辛苦您了 哎 这是我手里没献钱 石头出手 我是登门面谢 哎您别客气 我跟您这个缘分是千金难买啊 来日方长 好好好 大师下车走了 孙宝萍呢 就奔赵师傅的作风 来到这了 老赵 我得了宝贝了 你给我看看能做个什么 赵师傅接过石头看看 看看石头看看人 看个人 看个石头 孙宝萍看毛了 怎么了 遮掩石 赵师傅又拿起来看了看 吞吞吐吐的 这个 这实话实说 你这个这个石头 不对呀 啊 孙宝萍就愣了 怎么 不对 你这不是石头 你这是像玻璃们 上面的切割划痕 像是让人胡乱画上的 你看这还有气泡呢 孙宝萍听完就啥了 脸上都没人色了 不能我亲眼看着开着 嗨 现在这个世道不太平 靠歪门鞋倒是敛财的人不少 我早就听说有人拿石头做假 没想到今天遇见了 但我一个手艺人 我也不太清楚做假的事 要不然 您再去买石头那地瞧瞧去 孙宝萍这已经都崩溃了 迷迷糊糊的把那石头重新包起来 准备找郭大师问个清楚 刚走到门口 迎面呢 就撞上一个要进来的人 这一撞上 他本来就受刺激 头痛脚轻 怀里那石头又沉 一屁股坐地上 抬头一看 撞他这个人 这不就是刚才那个 勒里勒特的那脚夫吗 再一看 这人不是那脚夫 是那个研究地质学的张怀如啊 张怀如赶紧扶他 把石头挪边上去 把他扶起来 让坐在椅子上 孙宝萍坐着就傻了 张怀如好像已经看出来 他受了打击 也没理会他 问赵师傅 这家石头做得怎么样 赵师傅说这石头啊 这第一眼就不对 犯贼光 也就是拿来呀 偏偏外行人 常玩石头的人呢 不会上这个当 旁边的孙宝萍一听啊 浑身的骨头脚 连筋都让人抽走了 一下打在椅子上 就出流跌下了 这俩人赶紧扶他 快起来起来起来 坐在椅子上 怎么了你这事 孙宝萍看看俩人 那我那房契 我这可怎么弄的 还在人家手里边呢 哎 那赌石局啊 是假的 那里的人呢 也是假的 这就是为了骗你嘛 哎呦 孙宝萍觉得脑子嗡一声 这就要死 赵石局一看这不对 面色惨白 赶紧过来掐在人中 你别着急 别着急啊 这个您家里房产还有救 啊 孙宝萍眼珠子转了转 又活过来了 这个张怀如的祖父 曾经是清宫造办处的珠宝匠人 清政府垮台之后 他在一个喜欢中国手工艺品的传教士的帮助下 一家的人去了欧洲 张怀如从小耳濡目染 不但从祖父那儿继承了有关珠宝的知识 还在法国学习了地质学 研究各种石头 抗战爆发之后呢 张怀如为了报效祖国 和几位学有所成的堂兄弟回到了国内 他本人被西南的一所大学 聘为了教授 因为对玉石特别喜爱 他经常到附近的这个玉雕作风里边 拜访年长的师父 研究各种玉石 这么就认识了赵师父 张怀如还有一个隐秘的职业 防骗打甲 赵师父以前很少遇见过纯造假的石头 顶多就是以刺冲好 残破的地方填一些个蜡而已 他这几个月总有人拿这些个 这个什么都算不上了 个假翡翠找在这儿叼来 觉得蹊跷 就告诉张怀如了 张怀如看了造假的石头 也觉得古怪 越想越不对 因为造假这事儿 一般追求的都是以假乱真 恨不得比真的还真才好呢 骗人吗 可这些石头那么假 假的连外行都骗不了 那怎么骗怎么得手呢 这让张怀如是百思不得其解 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前张怀如听警察署的朋友们提起来 最近几个月 云南各地发生了很多相似的事情 都是因为赌石 借债 但石头拿回来才发现有假 回去再找人 回去再找人要么没影了 要么不认账 受害者无凭无据 官司都没法打 唯一真的东西 就是骗子手里的借据和放弃 张怀如分析这些案子之后 发现受骗的人有两个类似的地方 第一他们都是商户老板 第二都好赌 张怀如就感觉到了 这是一个骗局的源头啊 找了一个开饭店的朋友 让他做诱饵 到这个赌场里边吸引骗子上钩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在赵师傅这儿 巧遇孙宝平 孙宝平家里做买买呢 还好赌 那是绝佳的受骗人选 所以他就留个心眼 打听到了那个郭大师的相貌特征 几天之后 一个相貌很相似的 一个姓郭的赌石大师 就出现在他那个开饭店的朋友面前 为了把赌石场的状况查清 张怀如假装刘洋回来的二世子 跟着朋友一块进了赌石场 同样 他们偶遇某位老板在郭大师的指点下成功了 赶那起 张怀如一有空就乔装改办 混进赌石村 在附近看看有没有其他上钩的人 结果就看见坐驢车这郭大师 一块出现的孙宝平 张怀如就老跟这晒太阳吧 你这墙角听动静吧 慢慢跟进来了 他本来想给孙宝平提醒 但孤身一人 恐怕人发现了遭毒手 待会一看切开石头 那行那人一看就有问题 但周围人都叫好呢 一看就是一窝囊 他料到孙宝平会找赵师傅 所以上这来 把这事一说 孙宝平听到这 都傻了 说那我那房产怎么办呢 黑哥别着急 当师傅要是拦着你 恐怕咱们谁也别想活着出来 你放心 等几天一收网 房企就拿回来 几天之后 张怀如的朋友 赌石厂里边正切账呢 警察出现了 大小骗子都被抓 所有的人全都回去 一个月之后 孙宝平从警察署把房企 还有那张签字的借据 都拿回来了 我想问您点事 孙宝平说 我怎么就让他们盯上了呢 嗨 张怀如乐了 这个沾上赌跟赌的人 一致薄弱 骗子们是最喜欢的了 对不对啊 你只要不赌 他们就没办法 孙宝平叹口气 哎 城里套路深 我想回农村 说这么多 其实咱就是一个意思 远离黄赌赌 人无邪念 其身自精 辞聪览 路人 man 出发 中결 这个 帮it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